洛杉磯快庭隊十七日在主場 對上奧克拉和馬雷霆 最終以一百二十八比一百一十七分 贏下比賽 而賽事進行到一半時 攝影機捕捉到一名臺灣小粉絲 眼看自己被攝影機拍著 小粉絲露出笑容 舉著手寫海報 上頭寫著自己飛越六千多英里 從臺灣來到美國 為了親自看快艇隊的球員哈登 而哈登看到這一幕 也比出愛心手勢 回復這名小粉絲 這段影片被NBA截取出來 發在社群平臺上 不少人對這樣的場景 感到相當溫馨 留言寫下太棒了 把愛傳播到全世界好友愛的畫面 其實二零一三年 哈登就曾經以NBA球員身份來台 與中華隊球星切磋球技 而他二零一八年也再度來到臺灣 出席品牌代言活動 也參加臺灣的綜藝節目 所到之處都有粉絲來相挺 在臺灣也坐有高人氣 這回有臺灣小球迷到場替哈登加油 還獲得哈登的暖心回應 親民作風也成為場外的另類焦點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我們在澄大嗎 我們也約到第一張 我們都貸了 已經十分之一到 所以我們都貸不利